高考那天,我高考证掉了,妈妈骑着自行车,在40度高温下,给我送来了高考证,送来的却是同胞胎妹妹的高考证,我明明记得把高考证放在的背包夹层,来到了高考考场,现在却怎么都找不到了,借用了别人的手机,打电话给了妈妈,妈妈说落在家里了,马上就送到,妈,这是妹妹的高考证啊,我看着高考证上面的名字又急了起来。 妈妈赶紧捂着我的嘴巴,把我拉到了一边,紧张地看了看四周,你小声点,别让别人听见了,我迷茫不解地看着妈妈,你妹妹有严重心脏病,你知道的吧,医生说她最多活三年,你妹妹愿望就是大学,可你妹妹有病,学习上不去,你知道,所以你就帮她考了,然后你再复读一年,我听着妈妈的话,整个人都懵了,可不等我反应,妈妈就推着我走进考场。 而距离考试时间也只有不到十分钟了,我看着旁边的人,都在说妈妈一个六十来岁阿姨顶着四十度天气,送考证不容易,夸母爱伟大。 而我看着考证,心里五味杂陈,全身冰凉,母爱是伟大,可妈妈永远爱妹妹多一点,因为妹妹出生就有心脏病,我和妹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,因为穷,妈妈买衣服也都是批发买,都一样。 所以外人更加认出来我和妹妹,拿到考卷的时候,想着妹妹常年吃药,不敢跑步,走路太快都承受不住,我还是写了妹妹的名字,丁霜,而我叫丁雪,就差那一丁点。 我一直是年纪前十,题目很简单,做完了之后,检查三遍,我第一个出来,没看到妈妈,依旧是借用别人手机打电话给妈妈。 雪儿啊,我和你妹双儿回来了,你妹心脏不好,不能在外待太久了,电话很快就被挂断了,直到手机被人拿回去,我都回不过神,妹妹这么快回去,她用我的名字考,她有做完,妹妹成绩一直倒数。 这次题目对于她来说有些难度,妹妹即便是拼尽全力也做不完,可她还提前走了,我迫不及待想要问问妹妹怎么答题的,拿出偷偷存的一点钱打车回去了,丁霜,你题目做完了吗?我一回家就拉着丁霜问,哇,做完都没有用啊,我又不会,丁霜一脸委屈,恐惧地看着我,或许我此时脸上表情真的很恐怖吧,想着努力读了那么多年读书, 最重要的考试,题目却答得一塌糊涂,我真的要疯了,雪儿,你看你把你妹妹吓成什么样了,你怎么做姐姐的,妈妈走了过来,一把推开我,跑过去抱着妹妹,温柔地抚摸妹妹后背安抚,把我考证还给我,看着他们母女情深,我别过头去,不想看,妈妈从来都没有这么抱过我。 我这十几年也一直精进心力去照顾妹妹,甚至妹妹内裤都是我洗了这么多年,可我在这个家,好像永远不被爱,妹妹有心脏病,我也不允许交朋友,除了读书就是只能和妹妹相处,如今书也是为妹妹读。 可是即便是这样,他们也不爱我,不考虑我一点心情,雪儿,你就继续替你妹去考吧,你妹妹也就能够活三年了,而你还能去复读啊,妈妈丁梅突然跪在了我面前,我看着跪在我面前的妈妈,我心痛难受的无以复加,可我明白,这样做不对。 这就是我考两次,即便下次复读,我也能考理想大学,但这也是不对,这是占名额,不,我不愿意这么做,我直接就去拿起丁霜的书包,拿出了我的准考证。 姐,我临死之前只有这一个愿望,我要上大学,并我不治了,换心脏要好几十万,我不想三年礼,拖累你和妈妈了,刚拿到了准考证,妹妹丁霜却跪在我身边,抱着我大腿,哭得气不成声。 随后,我手中的准考证就被妈妈丁梅抢了去,雪儿,你妹妹双儿这么懂事,你怎么就不懂事呢?我告诉你,你要是不替双儿考好,我就从这跳下去,丁梅指了指破旧的窗户,满眼泪水失望地看着我,嚎啕大哭地喊,她,我没再去抢准考证,回到房间关上了门,蒙在被子里大哭起来。 这么多年,我哭笑都不能大声,因为妹妹有心脏病,不能惊扰了她。爸爸也在妹妹出生查出有心脏病之后,不知所踪,我一直都知道妈妈养我们姐妹很辛苦。 我用心努力读书,想改变我们家命运,想着将来好好挣钱,带妹妹治病,不让妈妈那么辛苦。 我想考好大学改变命运,怎么就成了自私,不懂事了?咚咚咚。 雪儿,出来吃饭,我还做了你爱吃的冰镇银耳汤,门被敲响,外面传来了丁梅的声音。 我从被子出来,终究,我很不下心来,在被子里的时候,我曾经想去找班主任说明情况,可我不敢想后果,我依旧是没办法上大学了,妈妈要跳楼,妹妹医院难了,甚至会心脏病发作。 餐桌上,妈妈第一次给我盛了一碗银耳汤,妹妹给我夹菜。 我想就这样了吧,这或许就是我的命,而他们是我最亲的人,我终究不忍。 后面的考试,我都用妹妹考证,用心一如往常答题,我不敢问妹妹用我的准考证答得如何,就像她说的那样,她全做完了,答案是错的,有什么用? 成绩出来那天,丁霜686分,丁雪260分。 当天班主任最先来找我,她待我三年,自然不幸这是我的成绩,而我不在家,在服装厂打工。 丁梅打发班主任走了,两个月后,丁梅送丁霜去大学,还要我帮忙拿行李送进车站。 丁梅在车站一直笑得合不拢嘴,丁梅逢人就说送女儿去读北大,考了686分。 我听着,有些受不了,转身就往卫生间走。 丁雪,突然一个人拦住了我,我看到是徐宁顺感不好,转头就跑。 徐宁是我同班同学,她永久第一,我永久第二。 但是徐宁每次第一,是她逼迫我考第二,每次以一千元为交换而来。 我答应了,因为一千可以是我三个月生活费。 徐宁很了解我,我怕她拆穿我。 你跑什么? 徐宁抓着我的手臂,恶狠狠盯着我。 我没跑,我去卫生间,我却不敢看徐宁眼镜。 我印象中,徐宁这人很聪明,她眼镜总能看破一切谎言。 你宽我,你说一起考北大,你却考260分。 丁雪,你什么意思? 徐宁把我推到墙上,不许我走。 我看着徐宁眼里有很深的愤怒,还有怨恨。 我却不知道如何解释。 高中三年,我很感激徐宁。 她是富二代,家里非要她考班级第一才给生活费。 而我是她考第一最大阻碍。 她每次考试前就给我1000块钱。 从此,我从第一变千年老二,直到高考前家长会那次。 我才得知,徐宁只需要考前时就有生活费。 那么,这三年每次一签就是徐宁保护我自尊心的赠与班了吧。 徐宁应该知道我家庭条件很不好,所以再帮我。 你就算不能借到助学贷款,你还有我,你故意考低分。 你蠢不蠢啊? 我看着正在骂我的徐宁,我眼睛酸涩,这世上,还有这么关心我未来的人。 明年,我去北大找你,突然,我觉得人生没那么悲哀,暗淡,因为徐宁的愤怒吼骂。 她在骂我,可我知道,那是为我好。 丁雪,你要是再敢骗我,三年里面的所有钱,你都要还我。 徐宁说完,就提着行李跑了,她那么高傲的人,大概是觉得,送出去钱,要回来很丢脸,但是又只能这么说才能威胁我。 徐宁也是来坐火车去北大大学的。 我目送她背影过去,就看到了有一双眼镜也盯着徐宁看。 那是丁霜,丁霜看徐宁的眼里充满了爱意,我一眼就看出来了,瞬间我就明白了,我一直一问,对读什么大学都无感,对于读书都无所谓的妹妹,为什么偏要去北大? 是因为喜欢徐宁吧? 小霜,你喜欢徐宁? 我看着准备检票的丁霜问,嗯,高一的时候你还记得吗? 我犯病,差点死了,是徐宁为我吃药,还说看在我有病,以后照我,丁霜满脸甜蜜地说,我却如坠冰壶,高一丁霜犯病,我记得,我也记得从那以后,徐宁找到我,让我考第二,每次给我一千块钱。 丁霜和我几乎总是穿一样衣服,妹妹在慢速班,我和徐宁在快班,一般情况只有我去找丁霜,因为丁霜自卑,胆小,几乎没有来找过我。 所以没人知道我们姐妹关系,所以后面徐宁长达三年的照顾,也就是每次考试前给一千块钱,其实是照顾那个他以为的有病的女孩丁霜,徐宁以为我有心脏病,所以才会给每次考试给我一千块钱。 你有说你是谁吗?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,抓着丁霜问,丁霜摇头,我那个时候发病,都说不了话,我瞬间明白了,原来我得到的照顾,不过是因为丁霜而已。 终究,我还是没人关心的人,丁霜迫不及待检票走了,丁霜跟在后面,大包小包的上了火车,我回到家,却发现我东西都被从房间扔出来了。 房东阿姨,你干嘛扔出我的东西?我连忙上前去问,你妈没交房租,她说她陪女儿读书去了,要我给你把东西清出来的。 我听到房东阿姨的话,顿赶五雷轰顶,我恳求了好久,房东阿姨才借手机给我打电话给丁霜。 妈,我不是打工两个月挣了六千块钱吗?为什么没钱交房租? 雪儿啊,我把钱带来和你妹妹陪读了,双儿身体不好,在这城市不能没亲人。 你去厂里住吧,我跟你们服装厂的厂长长说好了,不要钱就能住。 妈,我是要复读的,去什么厂里住?我顿时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。 电话那边沉默一会,丁霜才说,雪儿,我找你打工那个服装厂借了三万块钱,跟她签了协议,你给她打工一年来还,你妹身体这么差,哪里能差钱在身上? 妈,我,我是你女儿吗?你这是卖了我吗?我心痛得无法呼吸,我不明白为什么,我和妹妹都是女儿,妹妹有心脏病,不是我的错,可是我要牺牲这么多。 从小到大,能让我都让,包括大学也让了,可妈妈却连这次复读机会都不给我。 那边没有说话,电话就被挂断了。 小雪,走吧,你妈妈让我来这里接你。 我才把手机还给了房东,就听到了那个服装厂厂长的声音。 看着那个大富翩翩,地中海秃头的六十多岁男人,我心下意识一紧,在厂里打工那俩个月,这个厂长每次都趁着教我做事,蹭我胸部,我怕走了,不发工资,最终忍了,一直躲着这厂长。 可我亲妈,却把我送到这厂长手里。 猪厂长,三万块,我会想办法还你,我必须要复读,不会去厂里了,我要去学校。 我看着走过来的厂长连忙后退几步,你看看这是你妈妈签字,你的身份证都在我这,不履行合约,我天天去你学校闹,看你怎么读书。 猪厂长满脸横肉,一开口就是,唾沫横飞,他那双眼睛一直都盯着我的胸部看。 看着猪厂长手里的身份证,我怎么都没有想到,我妈连身份证都给了别人。 看着破旧的五楼围墙,我在那一刻,我其实想跳下去料断了算了。 这世界,没人关心我,我现在全身上下就三百块钱,可我还是不甘心这么死了。 我还想上985大学,我还是想去学校问问徐宁。 高中三年照顾,是为了我丁雪,还是那个他救了的生病的丁霜? 我决定边复读,边打工还了这三万块,我自信能够再一次考上985,这次我故意没考分数那么高,是因为,丁霜平时成绩太差,不能太突出,否则绝对会引起怀疑。 跟猪厂长说了很多好话,我甚至还给他下跪了,厂长终于答应我,还把我身份证还给我,让我去办理复读。 才开学一个月,突然丁霜打电话到学校给我,说丁霜在大学故意伤人,逃跑了,让我出来帮忙找。 我找猪厂长借了八百块钱,买了车票就来了首都,让我没想到的是,我刚下火车,看到了丁霜,他就向远处招了招手。 随后,俩个警察就走了过来,不由分说直接就给我戴上了手铐。 丁霜,你因为涉嫌故意伤人罪,已被捕了,警察公事化地说,还拿出了逮捕令给我看。 我过了好久才缓过来,原来是我的亲妈,把我骗过来给丁霜顶罪,可我在看到了警察给我看的文件上写着,被伤害的人,竟然是徐宁的时候,更加震惊了。 丁霜为何伤害徐宁,我迫切想知道事情始末,更想知道徐宁伤情。 所以,我任由警察带走我。 在警车里,一路上我一直都在猜想一种可能,那就是徐宁得知了丁霜,并非用自己真实成绩考进北大。 徐宁找丁霜对质了,丁霜才对徐宁下手。 可是,丁霜不是喜欢徐宁吗?他舍得下手。 其实,我是有机会对丁霜说一下我和徐宁之间的事,让丁霜不要接近徐宁,以免暴露。 因为徐宁很聪明,只要丁霜出现,徐宁必定起疑。 可从考试结束,到查出分数,送丁霜去我考来的大学,丁霜一句道歉,道谢都没有。 我就留了小心思,我就什么都没说。 因为,我猜得到,丁霜到了大学会去追徐宁。 而徐宁看到丁霜那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,他会怎么想,怎么做。 我甚至也能猜得到,如果徐宁是因为我而照顾我,会在放假来高中找我。 如果徐宁一直想要照顾的是丁霜,便会帮助丁霜隐瞒他并非真实成绩考进大学这件事。 我很想知道徐宁的心,也想给我这个妹妹一个教训。 姐姐可以帮你一切,给你一切。 但你不能太无情。 到了警局,我没回答一个警察的询问,只拿出了我手中的车票,身份证,证明了我是丁雪。 警察最终放了我,我也偷看了档案上徐宁住院地址。 我不在节约前,打车就来到了徐宁所在的医院。 到了医院,我看到了徐宁脸上缠着的纱布,我才知道,伤势多重。 徐宁被钉霜泼了实验室药品,眼角膜受损,失明了。 那一刻,我很后悔,我就自私了那么一回,害了徐宁吗? 徐宁有一双特别好看的眼镜,就连老师都夸奖过。 人家徐宁考不了第一,将来也能靠脸吃饭。 对不起,徐宁,我开口道歉,极力忍耐,不敢哭出来,是因为没脸,是我们家害了徐宁。 徐宁若不是善念,祝我三年高中,救我妹妹,认识我们姐妹,她不会有这么不幸的事发生。 丁雪,你给我站住,我要跑出去的时候,徐宁在我背后嘶吼。 我很惊讶,徐宁都看不见,我那么沙哑的声音,她还听得出来。 丁雪,你敢跑,我一辈子都瞧不起你,我看到徐宁摸索着从病床上起来,怕她摔了,快步走到了徐宁面前,扶住徐宁的手,看着那包裹纱布的脸,颤抖伸出手,我还是不敢摸,那么好看的眼睛啊,丁霜怎么舍得去毁了? 丁雪,对不起,是我害了你,没有读你最爱的大雪,丁霜说,是因为我,她才抢了本该属于你的大雪。 徐宁开口,却让我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留下来,我丁雪一个阴霾角落里面的人,何得何能有幸遇到徐宁? 没有徐宁。 我高中三年没生活费都坚持不下来,而徐宁什么都明白了,被伤至此,却依旧为我们姐妹保密。 徐宁摸索着触摸到我的脸,擦拭我脸颊上的泪水,我终于有勇气回握住徐宁的手。 最终,我留在了医院照顾徐宁。 徐宁爸妈很忙,都在国外,早就在闹离婚,不过是等徐宁高考结束才闹到明面上来。 而徐宁这么重伤,也是打钱回来,也还没回国。 最终我还是忍不住打电话给了丁梅,我能想到她会急疯了。 妹妹从来没有离开家,离开过她。 丁雪,你还知道打电话来啊,你死哪里去了,你妹死了,她死了,我听着电话那边丁梅崩溃的嚎啕大哭,手里的手机差点都握不住,脑袋一片空白。 雪,你回去吧,直到徐宁声音传来,我才回过神来,我还是只能没脸的找徐宁借了钱。 回了老家,来到了医院太平间,看到了妹妹遗体。 妈,妹妹怎么会突然死了,不是说还有三年,我看着哭得红肿了眼睛的丁梅问。 双二病情本来就很严重,一点惊吓都会出事,所以我一刻都不敢离开她,她怎么就跑了,怎么就不相信我了。 丁梅趴在丁霜遗体上气不成声,我红着眼,整理着丁霜衣服,却发现她腹部有一个新的疤痕,那是手术后疤痕,可那不是心脏位置。 妈,妹妹什么时候做过手术,这疤痕怎么回事? 我推了推哭得崩溃的丁梅问。 丁梅盯着那个疤痕看了许久,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,瞪大眼睛,整张脸都扭曲了。 啊啊啊啊啊啊,杜建国,我要杀了你,我要杀了你。 随后丁梅发疯一样的跑了出去。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丁梅会突然发疯,怕她出事,只能不管妹妹遗体跟着跑了出去。 妈,怎么了,到底怎么了? 我看到丁梅跑小卖部买了一把水果刀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,一把抱住了她。 你走,你快走,永远都不要回来了。 你妹妹,是被你爸爸害死的。 她和那个小三女儿得了病,要换肾,你快走啊。 丁梅甩开我,大力推着我,她眼里此时都是仇恨愤怒。 我被推倒在地,看着疯磨了的妈妈,都想明白了,是丁梅的死不是心脏病,不是意外,是我所谓的爸爸,要给她另外的女儿换肾,害死了丁梅。 妈,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,我不能没有你,我们报警好吗? 我想着丁梅会做什么,爬起来,再次死死抱着丁梅,不管他怎么打我的手,我都不放手。 最后,还是医院门口的保安和路人看到我们拿刀纠缠,他们报警了。 到了警局,我看着丁梅做笔录。 丁梅跟警察说,杜建国很早就来找他,要求俩个女儿去做匹配,会给一笔钱,他都没有答应。 怕杜建国找女儿,便跟着有心脏病的女儿去陪读,把另外一个女儿安置在人多的厂里和学校。 我听到这里,已经泪流满面,原来,妈妈并不是要卖了我。 我女儿丁霜是有心脏病,可我照顾十几年都没事,就离开我几天就出事了,他腹部还有疤痕,肯定是杜建国挖了我女儿的肾,他好狠心啊,那也是他女儿啊。 丁梅嚎啕大哭地跟警察说着,情绪又失控了起来,手握着拳头,发疯地敲打桌子。 我只能紧紧抱着丁梅,而他却像是怕急了什么似的,也紧紧抱着我。 妈,我去医院问问,我安抚好了丁梅之后,决定先去医院问问情况,我不信医院能这么不讲法律了。 丁梅却不能和我一起去,因为警察不放心,要拘留几日,我只能自己去查这些事。 丁梅是我妹妹,就算是做错事了,我也不能让她死得这么不明不白。 这是丁梅亲自办理的器官捐赠协议。 没有这个,我们是不敢做手术的,医院的人将一个文件递给了我。 我打开首先看到的是,眼角膜捐献那页,那是指定捐献。 如果过世了,眼角膜只能捐给徐宁。 而后面其他项目,并没有写明要捐给谁。 这份器官捐赠是最近这段时间才办理下来,算下来也就是徐宁出事第三天。 但是,第四天,丁梅就因为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。 我记得,丁梅跟警察说过,丁梅是在一家咖啡厅店里面出事。 我顿时就觉得有问题,丁梅心脏病很严重,从未喝过咖啡茶这类东西。 我来到咖啡厅,找店长求了很久,他们才给我看监控。 我就看到了,监控里面,有一对夫妻和丁梅一起进了咖啡厅。 他们喝咖啡,丁梅喝柠檬水,丁梅还是一如既往,不敢抬起头说话,低着头。 随后,我就看到了监控里面,那个大约60岁的男人不知道说了什么。 丁梅捂着胸口,一脸痛苦。 我知道,那是丁梅心脏病犯了,每次他犯病都是那种痛苦的样子。 可是对面的一对男女眼睁睁看着,一句话都不说,也没做什么,也不帮忙打急救电话。 直到丁梅在痛苦之中晕厥过去,我将视频拷贝到了我云账户了。 接下来,我想要知道那男女是谁,为什么邀约丁梅见面,却看到了丁梅发病也不管。 我还是来到了警局,我把拷贝的视频交给了警察,也见到了丁梅。 丁梅指着监控机动的整个人都在颤抖。 是他,他就是杜建国,那个女的是小三和秋月,他们肯定是找我女儿要捐赠慎。 我女儿不愿意,他们就看着我女儿发病死了,你们去抓他。 这视频我们先留着,不过见死不救不是罪,很难定罪。 警察看了视频,也是一脸的惋惜。 丁梅听了,更加崩溃地大哭起来,我将丁梅搂入怀里。 此时我再也没有以前对我妈的怨,我妈这么多年活得太不容易了。 她要养生病的女儿,忍受被人抛弃,心里的恨却从来都没有在我们面前展露一点。 丁梅在我怀里不停抖,是气的,也是在哭。 尽管我有怨过丁霜对我太无情,可看到丁霜那份器官捐赠协议,关于眼角膜那一项后,我知道,我妹妹不是无情的人。 她也很后悔伤害了徐宁,她在做弥补,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的,死了,眼角膜就捐给徐宁。 丁梅把所有钱都给了我,叫我离开这个城市,说不希望我出事。 她杜建国那个女儿以后肾坏了,又盯上我。 我拿着那一大碟钱,一共三万五千,泪流不止,我知道丁梅带走的钱有三万六。 这一个月,丁梅在那首都大城市,只花了一千块钱,他是怎么做到的,他都没有找地方住吗? 我却没有走,剪了短发,换上男孩子衣服,来到了医院查换肾的杜建国那个女儿的病房。 护士却说他们转到了首都医院,是徐宁住的那家医院,他们是心虚了,跑了吧,但我不会放过他们。 我去买了一个手机,然后来到了太平间,看着丁梅毫无生机的遗体。 我抚摸着丁梅的额头说,双儿,姐姐,一定给你报仇,丁梅的死有疑虑,所以立了案,不会被火花化。 但我还是不放心,我给了太平间大业600块钱,希望他在有人动丁梅遗体的时候,一定要打电话给我。 我坐车来到了首都医院,还是先去看了徐宁。 他已经换上了丁梅的眼角膜,脸上依旧是缠着绷带。 徐宁,撤销对我妹妹的诉诉送,好吗? 我不想丁梅死得那么圆,死还带着这样的官司。 我只能求徐宁,你是谁啊?凭什么要求撤诉? 我儿子都被弄瞎了,我转头去看说话的人,我见过一次,是徐宁妈妈。 丁雪,徐宁妈妈看着我也是一脸震惊,随后立刻明白了什么,愤怒地看着我问,伤害我儿子的叫丁霜,是你什么人? 是我妹妹。 她,我话刚说完,徐宁妈妈一巴掌打在我脸颊上。 妈,你不可以打她。 徐宁听到声音慌张下床,可她还缠着纱布,看不见,差点摔下来,我赶紧去扶住。 你怎么样,痛不痛? 徐宁抓着我的手,伸手去抚摸我的脸。 我眼睛酸疼,被打没哭,徐宁的话,却让我破防地哭了。 我妹妹已经知道错了,她死了,临死前,她特意签了眼角膜捐献书,写明了,只捐给徐宁。 我说完就明显感觉徐宁身体一颤,她紧紧握着我的手,像是在安慰我。 妈,撤诉了,徐宁妈妈没再说话,叹口气就出去打电话了。 徐宁,对不起,我不能陪你了,我还有事,先走了。 我看着紧紧抓着我手的徐宁,我此时也舍不得走,可我要去找那个害死了我妹妹的凶手。 丁雪,我替我妈跟你说对不起,徐宁最终放开了我的手。 我没说话,这巴掌是我该得的吧。 如果我不那么自私,一开始就告诉丁霜,我和徐宁的事,会不会有不同结局。 丁霜不会害徐宁失明,丁霜不会跑,就不会被害死。 我来到了那棵住院部七楼,这层楼都是肾脏病人。 我很快就找到了换了我妹妹肾的另外一个所谓妹妹,原来她叫杜平安,大概是希望平安,才叫这么一个名字。 可杜建国,却抛弃了她另外一个得了心脏病的女儿,还眼睁睁地看着她死。 我将手机录音功能打开,推开了病房的门。 门里面温馨热闹的画面立刻因为我推门而入,戛然而止。 杜建国和那个小三看到我那一刻,立刻惊恐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 你,你是杜建国,何秋月,是不是你们逼死我妹妹丁霜的? 我抬起脚走进去,故意装得柔弱小声说。 因为看过监控,丁霜胆小,说话都不敢抬头。 监控里面的杜建国和何秋月,态度就更加咄咄逼人。 我明白一个道理,人越是嚣张,越是会露出马脚。 你是丁雪,是吧?你小孩子家家胡说什么? 杜建国跑过来就把我往门外推。 我态度软弱,脚步却轻盈地侧过去躲开了杜建国。 我依旧是装作害怕地大着胆子开口。 你们害死了我妹妹丁霜,是不是该给我妈赔偿钱? 我妈这几年身体一直都不好,需要看病。 你想得美,那器官捐赠书是她自己签的,反正人都已经死了,器官也没用。 给她亲妹妹用一用怎么呢? 我气的手紧紧握着拳头,这也是人说的话。 不过,这不过是我故意用钱寄他们说真话。 你们在咖啡厅,是不是对丁霜做了什么? 为什么她才签了器官捐赠就死了? 我故意先破脏水,目的就是引他们自己说出见死不救。 你,你胡说什么,我我们没有对丁霜做什么,丁霜是心脏病发了死的,我们又不是医生,又不会救人。 可是,我妹妹丁霜带了药,你们有手机,为什么不打急救电话,为什么不给她吃药,你们就看着她痛死了。 杜建国你可是她亲生爸爸,你抛弃了她,和小三在一起,又和小三害死了她,你有没有良心? 我终于听到了和秋月自己诉说出当天的事情来,我愤怒的吼,手机应该都录了下来。 就像警察说的那样,见死不救不是罪,治不了罪,但我有的是办法。 我将在咖啡厅里拷贝下来的视频,以及刚才的录音,整理一下,全部都发在网上面去。 没流量,我用丁霜给我的钱买了点流量。 有了流量之后,就被推送,视频和录音被更多的人看到,直接到了热搜第一。 而接下来不用我做什么,这里面有名有姓,网友们还扒出死者还是考了686分,刚步入大学的年轻姑娘。 更加激起网友的愤怒和怜悯。 我在堂堂正正在网上诉说了,我和我妈,还有我有心脏病的妹妹被抛弃后,过的生活。 我们一家一个月生活费才一千,其他钱都用来买药,存着用来有的时候,丁霜并发时候的抢救。 这么做当然是卖惨,将事件推更高热度。 但我说的都是实话,网友们又很快扒拉出来,杜建国还有和秋月,他们是做生意的。 这次是,对他们生意影响很大。 没过多久,我就听说破产了,他们是接受不了法律制裁,但是以后去哪里都会遭受谴责。 再也没有办法做生意了,我回到了老家,接触了丁霉,带她来了首都郊区,租了个便宜的房子。 我找了一份工作,徐宁打我很多次电话,我都没接,我对她要再次食言了。 我不会复读了,也不会重考了,因为那终究是违规了,占用名额了。 这段时间,我想清楚明白了很多事,妈妈一直是爱我的,只不过妹妹活不了多久,更需要关心贴身照顾。 上次让警察抓走我,不过也是认为警察局更安全。 那个时候,杜建国一直逼妈妈交出一个女儿给他女儿换肾。 妈妈一个都不愿意,着急找丁霜,把我骗来首都,送进警局,她才放心走了。 而我明白了徐宁的心就好了,我和她是天差地别,不是一个世界的人,不会有未来。 徐宁远离我,或许会更好,不会有任何不幸的事在发生。 本来以为,生活会回归于平静了。 可我万万没想到有一封丁霜的道歉信登上热搜。 信是用一张大练习本写的,被拍照发到了网络上面去了。 那是写给我的道歉信。 内容是,杰,对不起,原谅我迟来的道歉。 我回来了之后,去了你上班的工厂。 朱厂长把我认作是你,企图强暴我,他无言会语中。 我才知道,你在这上班两个月过的是什么日子。 我才想起,每年寒暑假,你都到处打工。 为了我的病,你们都好辛苦。 而我还自私地逼着你去用我的准考证考试,替我考一个大学,去抢你喜欢的人。 我发现我好自私,我好恶毒,我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对我那么好的姐姐。 我去追什么学霸,我姐姐就是学霸,就是最好的。 我姐姐从小到大一直照顾我,我怎么可以因为别人,这么伤害我姐姐。 姐姐,我不敢跟你这些话,也没脸,只能写信,我可能会坐牢吧。 对不起,伤害了你喜欢的人,我不是故意的。 不过在我坐牢死了后,我的眼角膜捐给她,希望她,可以好好照顾女余生。 我看着信,气不成声。 原来妹妹都知道错了。 我保存下那封妹妹最后留下来的信,看着发妹妹绝笔信的ID,是乱起的一个名字。 我不知道是谁。 从她关注中,我发现关注了杜建国,那也就是杜家人,看微博平时发的东西,就是一些小女孩喜欢的东西。 我猜到了,是杜建国的女儿杜平安。 我紧紧捏着手机,悲愤,怒火,那个女孩怎么那么恶毒? 她用着钉霜肾脏,却还要把钉霜名声毁了。 这封信,会让网络上那些怜悯钉霜的人,怎么看钉霜,看着网上骂钉霜的人越来越多,只有极少数同情。 我拿起手机,就来到了杜平安学校宿舍门口,看到杜平安走过来,我直接走过去。 姐,杜平安看到我含笑叫了一声,我不是你姐,我只有钉霜一个妹妹,我愤怒打断了她的话。 杜平安不解地看着我,一脸委屈,我没有血缘关系,为什么我不是你妹妹? 你宁愿要那样对待你的妹妹,那照你这么说,钉霜也是你姐,你为何这么毁她? 你别忘了,你身体里还用了她的肾,呵呵呵,我想用的吗? 我都没有选择,杜平安冷笑一声打断我的话。 没有人问我愿不愿意,我就已经做了这个手术,醒来就遭到了所有人的谩骂。 就算我考上了理想的大学,我也不开心。 也没有人跟我做朋友,我把钉霜自己做的丑事发到网上去,这不是你这个姐姐给教我的第一课吗? 我听着杜平安的话,竟无言以对,看着那个苍白着脸很瘦的女孩子,就仿佛看到了钉霜,大概是因为她用了钉霜的肾。 我上网才知道我用了谁的肾脏,又是如何得来,网上的事,又是谁在操控。 姐,坦白来说,你性格我很喜欢才叫你一声姐,既然做错事都要付出代价,那哪怕是死者,受害者,是弱者,血清,也不例外。 杜平安说完转身就要走。 你给我等一下,我叫住了徐平安。 她也停下了脚步。 啪,我上前去打了徐平安一巴掌,冷冷看着她。 既然你说我给你上了第一课,那我就给你上第二课。 丁霜对我做什么那都是我和她的事,轮不到你爆料,你们家夺她的命,别想用再用她的热搜,带过去你们家做的脏势热搜。 杜平安慌万看着我,你,胡说,我明明是帮你,我看着杜平安表情就知道,我猜对了,他们一家打的就是这个主意,有其父必有其子。 杜建国的冷血阴毒,杜平安都继承了。 不例外,我也会继承。 杜平安,你信不信,丁霜肾脏在你体内,不会和你血液融合,因为你毒,你不配做他妹妹,不配用他肾脏。 我说完,看着杜平安煞白的脸离开了。 杜平安刚做完手术,我的话当然是故意引导,有引导才有心理作用,或许会产生排斥吧。 若排斥了,或许是我的话成功了,或许是丁霜就是不愿意味度平安续命。 丁雪,你最近怎么了,怎么不接我电话? 徐宁突然跑过来,紧紧拽住我的手。 徐宁,对不起,我决定不复读了,我食言了。 看着徐宁,我终究还是决定坦然面对,逃避也不是办法,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,否则你就不是我认识的丁雪了。 徐宁只是淡淡一笑,那我走的,丁雪,你很聪明,哪怕是不读大学了,我也信你将来也会很成功,其实我是真的考不过你,否则,我就是千年老二了。 徐宁微笑看着我说,我看着徐宁,眼睛酸涩,心里真的很不舍,哪怕是没有后来替考,丁霜重伤徐宁的事,我或许还有勇气和徐宁试试。 可,没有如果,谢谢你徐宁,这是我三年来,一直欠你一句话,我说完了,转身就跑,徐宁却拉住了我,你是要为替考自首。 徐宁看着我问,我诧异看着徐宁,她似乎真的很了解我,我是打算去自首。 错就是错了,杜平安有句话至少说对了,错了就是错了,哪怕做错事的人是死者,是受害者,就要付出代价。 而我,要为自己替考错误付出代价,我不能因为我是受害者,弱者,就去约那条高考制定的规则。 高考是我改变命运机会,也是别人改变命运的机会。 你看看手机,徐宁将自己手机递给了我。 我看着手机热搜有一个官方媒体视频采访,那是我妈妈丁梅,她在视频诉说,是她逼着我去替考,并且拿出了手机录音,以及视频。 我点开录音来听,是在高考考场,丁梅让我拿着丁霜考证进考场的录音。 视频是丁霜和丁梅逼着我去接下来的替考,如果我不去就跳楼自杀。 看了视频,我还能什么不明白,我一直觉得,我妈是一个什么都不懂,只一心一爱妹妹的人。 原来,丁梅什么都懂,她也爱我,她怕事情败露,早就都留下来了录音。 视频 阿姨应该在警察局,徐宁看着我说,还没等我反应过来。 徐宁拉着我上了出租车,来到警察局。 我果然看到了丁梅,我快步跑了过去,抱住了丁梅。 妈妈,雪儿,对不起,对不起,妈妈害了你,妈妈不是一个好妈妈,没带好双儿,也害了你。 丁梅抱着我,哭得泣不成声,而我好像等这个拥抱很久很久了,以前妈妈只这样抱丁霜。 最后结果是,因为是自首,态度良好,丁梅被拘留15日,而我因为是被逼迫,徐宁打电话求她爸妈帮忙交了罚金,我不用负责任,我要回去给丁霜办丧事。 徐宁请长假,坚持陪我,她说她要感激丁霜给的眼角膜,我便无法拒绝了,她应该要给丁霜道谢。 办丁霜丧事的时候,服装厂的金老板把朱厂长带来了,要来给我和丁霜道歉和赔偿,因为网上的事闹得太大,网友巴拉出了我打工服装厂,他们很多合作商,采购商都不愿意合作了,所以是迫于压力来道歉,不是真的觉得错了,旁边还有人在拍视频。 金老板,做错事,就要付出代价,你请这样的厂长要付出代价,朱厂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占便宜女员工,也要付出代价。 我淡漠,冷漠看着金老板说,你不是很缺钱吗?赔偿二十万,你不要。 金老板饶有兴趣低头俯视着我问,我抬起头,看着高我半个头的金老板说,不,我缺的一直是公平公正的对待,钱我会挣。 金老板看了我很久,眼底闪过算计,随之笑了,好,那我开除朱厂长,永不录用,你还欠工厂三万块预制工资,你是不是要回来打工还清? 我来还这三万块,徐宁走到了我身边,看着金老板说,金老板却没有看徐宁,而是依旧看着我,我要听你的回答,我打工还债,我当然不会要徐宁的钱了,否则我说的公平公正算什么? 而我,又如何在徐宁那里有尊严,抬起头,又如何理直气壮去替丁霜和我差点被侵犯讨回公道? 徐宁很了解我,最终尊重了我的决定。 他也被我强烈要求回了学校,我留下来打工还债,朱厂长被开除。 半个月后,我去首都接丁梅出来,徐宁也来了,他说要带我们吃饭。 雪儿,雪儿,你快去救救你妹妹平安吧。 我们刚准备上车,杜建国跑到了我和丁梅面前就跪了下来,丁梅立刻把我紧紧抱住,怒目圆瞪看着杜建国。 你想都别想,你要是在感动我女儿,我要跟你拼命。 我,丁梅我错了,我不该抢你老公,可是孩子是无辜的。 平安产生了排斥,他现在很危险,求求你让雪儿救救我女儿吧。 何秋月也跪在了丁梅和我面前,泪眼婆娑的祈求,真的产生排斥了,这是报应。 还是杜平安用着丁霜的肾心虚,或许也是丁霜自己不甘心。 我看到了远处,杜平安虚弱着身体,摇摇晃晃也从车上下来,冲着他,我笑了,一种神预言成功般的笑。 杜平安,我给你肾,你敢用,我不情愿给你,你照样排斥,你不过是再挨一刀,就算我没有血缘关系,我也厌恶你的血,双耳也是如此,一定会排斥。 我看到了杜平安来了,才这么说,我需要一劳永逸,要他们再也不要打扰我和我妈。 爸爸妈妈,我不要了,我不要他的肾,你们给我找别的人匹配。 杜平安看着我的眼睛,吓得哭喊地跑回了车里,杜建国和和秋月急忙追了过去,最终没吃成饭,丁霜怕他们再来,坚持现在就回老家。 徐宁只能送我们去了车站,丁雪,我还是那句话,你要是敢跑,敢和我断联系,我一辈子都瞧不起你,车在快要开的时候,徐宁那双漂亮的眼睛,死死盯着我说,当然不会,我看着徐宁保证。 后来五年,我的确是从未换手机号,但却和徐宁联系很少,我不努力,我还如何站在他面前,毕竟我已经不能和他同赛道并肩。 那我也要在其他赛道,遥遥领先,我丁雪向来不服输,不服命运。 在服装厂一开始我是打工还债,后来升组长,后来升了车间主任,我学了服装设计,得了奖,给服装厂带来了一个大生意。 金老板给了我30万奖励,还升了我做厂长。 那年,我25岁,我终于坐在去往首都火车的上,看着一路景色,想着待会要见到五年未见的徐宁,心潮澎湃。 拿出手机,我将车票拍个照,发给了徐宁。 下了火车,我便看到了徐宁,她又长高,更成熟了,那双眼镜还是我熟悉的好看明亮,但却多了一分风霜稳重。